奉命督造咸宁露水河桥梁 致使所造桥梁毁于一旦 以致搅逆大军困于河边桥头 一物军机 罪在不赦 论律当斩 致桥开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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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桥成功 余大人 拿过去告辞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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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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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你们不要再贵日了 回家 各回各家 我与于成龙 对不住你们 现在言无俊仅是四季 这无可更改 这是名义 是天意 罪臣张朝贞 寇将王爷 千岁 千千岁 对 张大人 起来说话吧 罪臣不敢 我刚才听说 您风尘仆仆不辞辛苦的 从武昌赶到贤宁来 就是为了一个 身犯重罪的四贫小猎 张大人 您偌大的年龄 这又是何苦 回大人 于成龙虽然是一介小利 却是我朝不可多得的能臣 连利呀 万万杀不得 那好 张大人 本王听听 这个于成龙为何杀不得 禀王爷 于成龙四十五岁出世 曾任广西罗城之县 四川河州之州 湖北黄州同之等纸 于成龙一厢爱民如此 清廉自持啊 那按你这么说 这个于成龙倒是个难得的人才了 于成龙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呀 就请王爷 张大人 张大人 不是我拨您的面子 此次贤宁造桥事件 虽说是天灾 可是作为都办造桥的知府 恐怕也难辞其咎 您是知道 按大清律 遗物军机是要定死罪的呀 王爷 于成龙造桥尽心尽力呀 何况你也派人验收无误啊 怎料一场洪水把桥梁冲回 此乃天灾呀 此乃天灾呀 无论谁都无力回天呐 恳请王爷 刘于成龙一条活命马 张大人 起来说话 罪臣不敢 来吧 张大人 谢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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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那要不就看 就看在您老的面子上 您刚才跟我说什么 此乃天灾 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天灾的 对 就是这个天灾 那好 张大人 那咱们就看在老天爷的面子上 本王免他一死 谢亲王 好 警察 前书离武昌之府于成龙 奉命督造咸宁露水河桥梁 正当桥梁完工之日 恰逢暴雨山洪来袭 致使所造桥梁毁于一旦 以致搅逆大军困于河边桥头 一物军机 罪在不赦 论律当斩 为念于成龙中军体国 行人举意 堪称典范 两度入选百官拙意 惊报不一出 国籍摘叙 四品顶带花铃 革职为民 发回原籍 永不续用 报 报 刘盟主 刘盟主 刚才兄弟来报 说吴三桂派人把伟人书 送到了您的府上 伟人书 同志大人 我的手下已经查实 三番乱匪吴三桂 的确已经派人秘密 潜入麻城县和黄州各地 到处散步伟诈 曾经 被于成龙招呼的匪首 刘军福 已经返水 并接受了吴三桂的任命 此时刘军福 已经秘密联络了 七皇四十八寨的各路乱匪 拉起杆子上了东山 并竖起了反齐 岂有此理 吴三桂居然任命 刘军福为黄州之府 事不宜迟 宿传我令 黄州所属各县 即刻分头追查伪诈 并迅速收补刘军福等党 以及家眷 务必 一局将其全部缉拿归案 以王大际 下官遵命 以面说 中军体国堪称典范 以面要革制为民 永不续用 这什么话 趁人话 这里面学问大了 既革了你的职 又给了你体面 还体面呢 这官都没了 还体面什么 他余大人就不说了 就说咱们几个吧 咱们有脸回去吗 怎么进永宁州 怎么进莱补村 走啊 走啊 回山西 回来浦村 回山西老家 真的吗 靳雅 我以革制为民 不会山西回哪儿 哪个衙门 还有我们的隶俗之地 行 这位流氓这么急 叫大夫全都载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谁说不三会太人 都被拿去流氓主家里 没人流氓 大人 是刘军福的人吗 哥 出啥事了 别怕 没事 你们在车里待着吧 我听说刘军福 收了吴三贵的伪扎 吴三贵任命他为 黄州支付 让刘军福跟着 三番一起反派 看来不识谣言 刘军福你才收服几天哪 他掉转屁股又反了 这个刘军福 我们走 这俞成龙不是真的想回山西 才对了 回武昌 去记得说麻臣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 在成功产出敖拜之后 为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正式下达了撤番令 此令一项 以吴三贵为首的三番势力 便闻风而返 并派人四处散发为